好的,第二節回來,繼續數我老婆 為什麼美國這麼多福州人呢? 沒錯,其實我想離不開兩三個原因 第一,當時我是80年代中後期 在加拿大去美國的時候跟我老婆重聚 然後演變成在美國再進修 拍拖之後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80年代中期的事情 聽他們所說 那時候中國經濟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說80年代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了 是,80年代是開始經濟改革 但是你開始有排都沒有到 你還要排斥 先開始就是大城市 福州鄉下地方有排都沒有發展到那裡 所以當時其實就是 鄉下地方工作經濟都比較差 而因為如果你看回整個亞洲地區 在海外國家的人來說 其實沿海幾個地方 是很多人在 譬如東南亞、英美 如果你看回加拿大、美國來說的話 當年建立這個鐵路的時候 其實是不少一些 所謂叫做中國賣豬仔的人過去 那時候說的賣豬仔 台山、潮州、福建 都是主要被賣豬仔去的 當年是沿海城市 所以就可能搭船過去 沒錯 所以其實可以追溯到就是 我想四、五十年代的時候 就建立鐵路的時候 就開始已經有這些賣豬仔的情況 就是那幾個地方 所以其實你看回 無論是加拿大還是美國 已經四、五十年代了 清朝的時候 應該再早期一點 但是因為初期的時候 當然賣豬仔那段時間來說就很辛苦 但是你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在那邊都叫做 開始落地三斤 有些收入 當然他們的收入 仍然是以美國和加拿大來說 都是比較低的 但是如果和中國內地城市鄉下 就已經是不錯這樣 而那時候就開始有一個發展 就是有些人就 譬如說特別是船員那些 就是經過美國和加拿大 停站的時候說的話 跟當地的華人或者鄉里 接觸的時候就會說 哎 喂 直接下船 不要回去 這樣子 就開始慢慢形成了一些最初 在那邊的這些非法移民 早期的 然後就開始騰想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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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剛才我們開米之前 有時候 K也有說 就是也 搭飛機回到香港的時候 都見識到福州人士 那種 就是鄉情的濃厚 大家非常不斷地說話不斷地聊天 所以也反映的是福州人 他們本身某程度上來說 都可以說是幾惠惠惠的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經濟不好當然也是令到不少人 考慮就是偷渡去美國 其實偷渡這個 我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說過 偷渡就是一個大事業 不是開玩笑 因為早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由福州偷渡去美國 的錢已經是相當可觀 那時候說有不同的偷渡方法 有些是用假身份證 可能透過旅遊的形式 然後當然去到那邊就留下不走 有些可能真的 譬如說用船的方法 搭一些貨船 潛在一個倉上 各式各樣 都有的 老實說是 那麼在那時候八十年代 美九十年代的時候 已經在說一個人 每個人 由福州去到美國 來講的話 人是由九千到兩萬美金不等 都挺厲害 當然你說 如果有這麼多錢 就不用偷渡 當然這些是 問一些鄉親父老借 有些是問大衣孔借 各式各樣都有 老實說 如果這麼輕易有些錢 當然是不用偷渡 這些問題 都是借回來的 你想想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時候 九千到兩萬 你除了一萬多美金 但我一個人 其實這個商業 真的不是說得少 其實我也 耐不耐聽他們鄉里說 這個偷渡的情況 是一路不斷的 是前幾年 當時中國的經濟比較好的時候 曾經是少了 就是剩下一段時間 反而是因為內地經濟起飛 大城市當然快戰更加快 但都開始滲到這些鄉下的地方 所以連這些鄉下的人 都叫做找到一口吃了 有些可能也是因為 有些家人已經在外國 已經叫做上岸了 也匯錢回到鄉下 所以這些錢 亦都令到 有些鄉下的地方 搞一些小生意 所以 變成他們都叫做 可以找到一頓 所以就有一段時間 那個偷渡潮 就靜了下來 OK 但是呢 我聽他們說 之前靜了下來的時候 之前呢 曾經呢 偷渡的價錢呢 是去到七八萬美金 一個人 真是很誇張 好奇 很厲害 那你想想 真的不是開玩笑 而問題是說 如果你要借了人家七八萬 偷渡去那邊 那當然要給息的 不用說了 你不是想著不用息 好嗎 那你還這個彎 其實也是很不簡單的事 你要找多少年才能還得清 這筆數呢 都很禁 老實說 就是 所以 這個是 都是 血汗事 我想都是一個 因為 就是聽他們說 就說 真是很視乎 你看看好不幸 因為你偷渡 有時候 也有風險 OK 被這些移民人收到 那些已經不算是風險 OK 有些蛇頭 那些來講的話 真的 就是 運你過去之後 賣到火坑 又有 好嗎 細色不對 真是在船上推你下海 也都聽不少 老實說 真是各色各樣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是啊 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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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 就是過去的移民 但是有時候 有些新聞都說 不知道怎樣 就是可能 整個 困在貨櫃裡面 然後貨櫃通風 做得不好 整個貨櫃全部都被燒死了 是啊 是啊 這些都聽不少 不過呢 也有趣 因為這次 就是和泰伯去紐約 聽到他有一些鄉里 就是這樣說 近這一年左右 又多了些人 偷渡去美國 這次就真的和我經濟有關係 這個就是 因為呢 聽他們一些八婆的說 就說 早幾年的時候呢 就真的 地方政府也有錢 跟著就 就是 美國的人寄錢回去 當然也有 但是 開始形成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年輕那一代呢 就好吃冷飛了 因為你不用做嘛 你有家人 在美國匯錢過去 這樣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做事呢 一來就是好吃冷飛 二來來說的話呢 因為 幾年前的時候 我想十二八年前的時候 地方政府仍然 就是 河包比較寬鬆 當時也很流行賣地 所以當時 房地產仍然比較暢旺的時候 很多地方政府就收地 收樓 收田 所以呢 就是那些 那些 祖屋 大家都知道祖屋 都是爛熊的 這樣就是 都沒有人住的 或者住不了人 OK 那就忽然之間 政府說收 挺好的 賣了給政府 就有夠錢 有夠錢就更加心癢 所以 聽到人們也說不少了 哇 無緣無故賣了 賣了房子的話 有回到一百幾十萬 那當然 就是 拿去買些什麼高檔東西也有 拿去賭也有 什麼東西都有 總之就是 所以其實就是 easy come easy go 這些財富也是 OK 洗光之後 好了 到這幾年了 政府沒有錢了 OK 就是 由中央到地方也沒有錢了 那些鄉下的地方就更加沒有錢了 不用說了 OK 那就糟了 財散人安樂 怎麼搞呢 就唯有 想一想 又要搞這個偷渡 所以呢 聽說過去這幾年 這個 國內的一些偷渡人潮 又似乎又重新再滅上升 這個情況就是 是 我不相信的 這些應該都是 美帝散布的假消息 哈哈 哈哈 不知道 我就不是聽這個 美國人說的 美國華人 一定是假消息 不要相信 哈哈 吹水吹了 即是一節多了 那 說一下這個事件 怎麼樣 怎麼樣 需要一些 你分享 咦不是我控制 只是Kill控制 給你分享 我還想多問雷總一句 因為 最近那個 偷渡的情況 都很猖拳 久不久 YouTube 都拍了一些片 就是 很多大陸人 都是偷渡去 這個危地馬拉 先 那個又不同 那個又不同 當然 但是目的地都是去 美國那邊 是 危地馬拉 主要是因為 中國大陸和 這個危地馬拉 就 不需要簽證 那 這個又不是偷渡的 他是先去 飛了危地馬拉 正式免簽證入境 然後再在危地馬拉 偷渡去其他國家 那也是偷渡 最後那一拳偷渡 所以 那個就真的很慘 因為危地馬拉 是啊 那個困難難度很多 也都危險很多 就是 老實說 就是 因為 聽回來說的話 過去這幾年 偷渡的金額 就是那個錢來講的話 當然這些是海鮮價 然後又回到三四萬美金 一個人 那 當然 我高位也回落了不少 但是三四萬美金 都仍然不是一個 就是 小數目 對嗎 所以 我想就視乎那些人 就是 是不是可以有能力 籌到這個金額 OK 你要自己拿出來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了 那 那如果你籌到的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相對 就是舒服一點的方法 OK 那就 就偷渡了 如果不是的話 就唯有 就是參考這個小紅書的 偷渡路線圖 那樣 就在這個 在馬拉那裡 穿過樹林 穿過水間 穿過這個高山沙漠 那就 就嘗試進去這個 失落寫歌 那樣 那因為有個說法 就是除了你說 經濟不景 就永遠都是 希望或者 擦救自由 等等 那 另一個說法 就是 始終 11月 總統選舉 就有一個 你又不喜歡 然後其他大陸人 又未必喜歡 就有傳 就說 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話 那始終 他都是 大美國主義 那 似乎 他就說 會 比起拜登 就更加收緊 那個 偷渡那個措施 或者其他 可能在邊境方面 是更加嚴密的報仿 等等 所以偷渡 進去美國的機會 就很小 有個說法 就是有些人就是 港級11月之前 就希望成功偷渡 進去美國 有個這樣的說法 我不知道 是否屬實 我也有聽過 有些這樣的說法 就是這次說的話 也有說 為什麼過去的年紀 好像又多一些 有些人 就是 就是 你那個 那樣的思維 但是 沒得考實 老實說 那 我想 都不排除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考慮點 就是 如果是打算走 的話 當然 反正都是早一點 因為 大哥 就是 這個 聖當勞那個 就 擺明居馬 就是不可中國 對不對 當然趁現在 這個 仍然比較寬鬆一點 就先走了 那 聖當勞那個 就是 我不知道 應該聖特朗 當然聖特朗 國內的人都不懂得說 這件事 就是特朗普 OK 那麼 特朗普的新聞 就是龍頭 一會兒可能聽到很多人說兩句 因為 好像搞個 河嬸徒團 都 比選美更慘 就是 看到一些故事都挺特別的 有些就說 我想做 為什麼你想做 我拜讀過這個 The Art of the Dimension 哇 特朗普多開心 然後 懂 喂 大哥 看你的書 又不代表支持你 你怎麼死 有些都挺搞笑 有些好像都被辯方律師 代表特朗普的律師 就說 這個人是去出席 反特朗普的一些集會示威 所以就 有隱瞞 這個就 進不了那個陪審團 平時進入陪審團 我不知道紐約的氣氛 可能雷總會比較清楚 但是大家如果在香港做過 偏向都比較不想做 坦白說 因為就算你有居馬費 但是你們兩位都高層 萬一下面有個同事說 雷總不好意思 我要做陪審團 你知道法律 我一定要去法院 所以我有些事情做不到 做陪審團 做陪審團 這些事情都要做 你晚上有空 不用開審 那你做下去 死也死去 那 就慘一點 我不知道美國的哪裏 是否保障好一點 那一會兒 K.O.可以說兩句 那 都說說市房先 因為到第二節的尾聲 那 就 三壘之領 就 尤其在NASDAB方面 就是 反而有時升有時跌 那大學中息就大一點 升上0.6% 那整個白球股市呢 最近都是跌得比較多一點 那我想 一會兒K.O.可以說一說 那第一 就是地原政戰方面 那個股市就比較緊張一點 那剛剛這個日期 伊朗呢 就是 是法國第一次由本土襲擊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初時拜登就打電話給奈塔利亞 就說你也拿了彩,你殺了人家最高級的將領人員 你也是死了一個好像是阿拉伯籍的女孩子 當然每一條命都是重要的 但似乎以這個邏輯就覺得好像少一點 會不會是好一點 但好像內閣的成員,以色列方面開完會之後 就說這次是第一次由伊朗本土發生襲擊 之前也有些年輕人,譬如也門、珍珠黨等等 這次是第一次,無論如何都要懲罰一下他 以眼還眼,待會可以說一說 所以環球股市其中一個因素領導了氣氛 第二我想,Jay Powell最近有說話 似乎鴻嘴,不是,甲就變回了鷹少少 我又不敢說它轉態 但昨天的說法,或者這兩天的說法就說 制度性歷史政策也是需要時間また工作 甚至雷仲常說的一位前財長 經常都是說話,總是好像Dr. Doom 不是Rubini 而是Larry Summers 甚至說不行,我不在討論我今年減多少錢 是要加息的 通脹搞不定 很糟糕 你看到商品期貨都蠢蠢蠢蠢蠢 所以要加息 嚇到市場就說 糟了是不是要加息 所以都頗誇張 所以環球市場 就算今天台積電出了1st Q的業績 當然你可以說 AI股都升了很多 但業績其實是不差的 但是很少大一個季度 比上一個季度 即是Q4也有增長 當然你可以說factor in 但其實不差的業績 都是跌了4.3% 回途也不少 講回市場 港股其實也不太有關係 也是趙跌 因為6,300 歐洲方面就緩穩一點 德國就微升了0.13% 法國就0.34% 富士指數也升了0.24% 所以三日指數反復 大宗實上升得比較多 fx 哇 Dollar Yen 如入無人之境 我也說 爆邊之後 收斂三角 爆邊這一下是比較厲害的 我那時候就說股是爆升上去 意思就是Yen每月 暫時BOJ都沒有出來說話 沒有一些實質的行動 出來說要干預Yen 但始終回頭股市都是差 所以就算多 Yen之前是弱 如果弱 就是Yen是弱的 多數日本的指數 都會比較弱 但是現在都是影響不到 都是由41.5% 就是高位 就回到38.8% 有沒有機會看到100日圓 是對少於5港幣 我真的有生之年都沒見過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5.07 快到4至頭 差一點點 就是出奇 過剩一點點 對嗎 那 看看有多少 因為很少看香港 1.幾% 是啊 快到了 再去一下也不錯 外出消費也不錯 所以 有些 我不知道 有些說 美匯指數到120 現在還有15個大元 這麼誇張 現在都有105 上年行的範圍 就是 115 都未去到 最低就是99 那 是不是今年 不是說加息 暫時又未見到CPI嚴重 是否這麼誇張 我覺得 這些都是 流量密碼的 一件事 我想如果 美匯指數到120 我想很多 即是 現場市場應該頂不住 所以 暫時是高的 但是 就是 也是 105.7 這樣 強了一些 我覺得 還沒這麼誇張 我看很多人 應該都是非常高興 這個日圓這樣 的話 你看回這個 剛剛今天報導 這個日本 就是 最新 3月份的 這個 遊客 到訪的數字 是 已經是 已經是 完全拋回 去回 疫情之前 已經超了標 OK 好像 單月份計 好像是一個 新高 好像已經是 那 這支時間 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回來 我們再說 好 我也沒有檢查時間 不過不要緊 我們先停一停